来入2018年在成球生命礼仪教育部分 稳战地位先驱的美国福乐纪念公园 慎重迎接华人的重要节日清明节 特别呢重新礼拼到了亚洲风水命理大师黄英 分享他宝贵的风水流年知识 一起来看东森新闻的深入报道 持续行动关心华人社区 美国福乐纪念公园2018年重新出发 不只特别开办大型风水讲座 让南加州华人社区民众都有机会前来听讲 认识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外 更可贵的是活动还坚持全部免费 并且在主讲人部分特别请到亚洲风水命理大师黄英 深入分析2018年居家风水 今年在开北门桥北的住宅跟商业 今年会有不偿不好的东西了 为什么呢因为今年那个大松心跑到正北方 所以今年呢在世界上呢 北方有很大的国家就是中国了 这是我们说的北京 所以今年都不太好了 提醒美国民众不要小看中国风水勘语学问 亚洲风水命理大师黄英表示 不只历史超过5000年 且历经多位风水大师代代传承与研究 有一定的准确度外 黄英老师还化简为凡更清楚的说明 风水就是透过有系统的计算来得知自然环境的变化 并且考量人的生活如何依照自然规律 两者相辅相成 寻求平安与喜乐 更简单的说就是趋吉避凶 容易放到官费的话呢 这是东北了 还有一个西北的是太岁的位置 所以今年流年呢 希望大家呢 要在这几个地方不要动土 不要再有动的东西 好像有个北字的地方 好像北 东北 西北 就不要有动的东西 有动的话呢 对你家居 香店都没有好处的 至于现代人经常抱怨 风水勘语都是采用气来说明 实在太悬 不容易懂 亚洲风水命理大师黄英 也贴心的直接举例说明 打个比方你是打工的一族的朋友的话呢 你想新冠发财的话呢 可以利用那个西南方 放点我们说的有水的地方 好像流水盆啊 什么有些花啊 开点的 在哪里呢 对你的升官发财比较好一点 吹动它 用水力吹动它 因为今年呢 是没有水的一年来的 不只对风水勘语来说 唯有配合天地循环 才能住得平安喜乐 面对现代人多数对于风水 还期盼能招财招富贵的需求 亚洲风水命理大师黄英 也有好建议 有政裁的话呢 这是东南方 东南方呢 这个位置可以有放洞的东西 有洞的话呢 在我们风水来说有洞 钱就来了 所以东南方对家居来说是特别好的 说明参考风水摆设可以富贵又有财外 风水勘语中知名度最高的还有文昌 也就是文昌帝君 又被称为子童帝君与林印帝君 专职掌管人间文职 因此对许多想追求 事业与公民的民众来说 亚洲风水命理大师黄英就建议 可透过风水摆设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妙用 政裁方是今年那个文昌的位置 飞到这个位置 所以坐在政裁面桥政裁 会对大家读书容易 有一个好的记性 所以我说 桥南坐南桥南 读书今年特别好的 尝试一下吧 提醒美国民众 多种大自然界的富贵吉祥 都可以透过居家风水摆设 让生活更美好外 亚洲风水命理大师黄英 还提醒民众 2008年有一项要特别注意 因为只要一点小改变 就可以防范 政东这个方位呢 就是我们说的财生道了 但是是过气的财生 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定有水 有水的话呢 就会发解了那个人 到贼进门 偷离东西打劫 所以我希望在正东位置 最好放到有水的东西 观众不小心错过这次讲座 也没有关系 美国福乐纪念公园 3月25日上午10点 还会在Covina Hills园区 安排亚洲风水命理大师 谎英第二场2018大师预测免费讲座 主讲英宅风水的注意事项 我们在25号也在我们的Covina Hills Park 也会有另外一场风水讲座 那个就比较注重是说福地 就是风水跟福地 所以那天要是有空的话也可以过来 我们然后4月1号的时候呢 也有一场是清明节 为了追思我们的亲人 那会举办一个很多人来的一个活动 去年也是非常多的人来 鼓励华人家庭把握清明祭祖 更不忘山用风水勘语 全家平安吉祥 更多生命离行业2018年的最新动向 还会陆续介绍 观众查询更多讯息 请上美国福乐纪念公园官网 东文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